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牛肉呢 就是刚满八个月的小乳牛的肉 这道菜原本的做法呢 是买小牛肉片 但我觉得这个吃法不爽 于是呢 我们这次就转换成牛排形态 这样才够爽嘛 这次的材料里除了小牛肉牛排和Proshado的意大利熏火腿以外 我们的配料呢 还有新鲜的熟尾草 还有柠檬 橄榄油 枫糖浆 白葡萄酒和黄油 我们先将牛排的水分硬干 然后两面撒上一些黑胡椒颗粒 让它放置个五分钟 拿出我们的火腿 将它切成三份大小分别对应牛排的小片 然后呢 把火腿盖在牛排上 就像给你的枕头边上那尾盖被子一样 拿出一张保鲜膜 铺在牛排上 用肉锤的平头一面轻轻的敲打牛排 太重了你就会把牛排砸晕 到时候你要求它三分熟还是五分熟 你稀稀睡吧 鼠尾草呢 稀剪吹一下 留下七到八根毛就行了 每块牛排上很精致的放一片 用牙签从叶子到牛排 再从牛排到叶子串一起 永世不分离 而作为男人你可以是牛肉也可以是火腿 当然你也可以是绿叶 但是你千万不能是牙签 接下来我们准备腌汁 橄榄油 枫糖浆 柠檬汁 按照2比1比0.5的比例混合并搅拌均匀 将调好的酱汁着重涂抹在牛排的背面 然后翻个面给正面也刷上一点 俗话说 做人也要里外一样嘛 刷点佐料还能感悟人生 刷完腌汁 我们就把这三块宝藏牛排放进冰箱 至少腌制一个小时 如果你用的是小牛肉片 那么可以腌制久一点 这样可以完全入味 但是既然是牛排嘛 还是需要保留一点牛肉的本味嘛 接下来的做法呢 其实和煎牛排完全是一样的 只不过凭我一点点的煎牛排的经验来说 这次小牛肉比较嫩 所以中大火热锅热油 牛排下锅以后呢 每面煎个10秒就可以翻一次 因为这次我们的小牛排厚度差不多1.5公分到1.8公分 总计翻个两次就可以先出锅了 这里的上色不是太重要 牛排呢 出锅后放在铁网上让它休息3-5分钟 让牛排的熟度慢慢上升 接下来呢 我们换成中火 放入一小块黄油 再将休息好的牛排重新下锅 每面镜头黄油煎炸个15秒 重复两次就可以出锅了 煎炸牛排的时候全程手指探测 这个时候小牛排的熟度应该差不多在4分左右 好了这道菜的树干已经支撑起来了 接下来就是给它注入茂盛的能量 不要洗锅 小火放入一小块黄油 然后倒入250毫升左右的白葡萄酒 煮沸去掉酒精 不然你吃完开车 驾照就和你长期分居了 然后加入250毫升至300毫升的牛肉高汤 我这里用的是西班牙进口的牛肉浓汤堡 再放入四五片熟尾草 一起煮到沸腾 将火继续调小 把之前的牛排放入汤中 炖煮三分钟 席间不停地翻面 做到一视同仁 雨露均沾 好了 差不多了 取出牛排 放入适量的盐和黑胡椒 慢慢将浓汤收干 最后如果觉得不够浓稠 可以适当加一点点的水淀粉就可以了 好了 我们完成了 接下来就到了装逼的时间了 按照各自的喜好随便来 关键是看你做给谁吃 我觉得呢 如果男生来这么一套 做给刚认识的女孩子吃 那么离本类也就不远了 当然 女孩子做给男生吃的话 那你再还 就太虚伪了 我呢 自己做给自己吃 肥水不流外人田嘛 你看看 这个粉红诱人的内在 好比少女 OK 扯远了 这个颜色呢 在乳牛肉里绝对属于标准的五分熟了 嗯 好嫩啊 虽然和成年牛肉比起来 牛肉味稍微有那么一点点淡 但这个嫩滑 在烛光下绝对有一种暗示的作用 那么正经点说就是 给咬合理小的小朋友们吃 他们绝对会光盘 沾上一点酱汁 即使很多人不能接受 鼠尾草的味道 但这股淡淡的骚味呢 和我一样 哦不对 是和我胃口 就像臭豆腐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我是麦叔 回见